我们这一组是讲有关ChatGPT的读题 然后大概就讲 ChatGPT的简介 普通应用 应用原理还有进阶用法 还有它跟另外一个Google AI Brand的比较 还有它的好处坏处 然后首先ChatGPT就是一个基于人工智慧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然后它都是被训练用来理解 还有生成人类的语言 然后我们使用者可以用来与他对话回答问题 或是用他来提供一些建议 还有创作一些内容 然后对于我们学生来说ChatGPT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学习工具 他可以帮我们解答很多课业上的问题 还有提供一些学科的知识 提供建议还有指导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可能写作或是创意思维上给我们一些建议 还有我们可以跟他互动 让我们更容易去学习 还有理解科系 然后这个就是ChatGP的普通应用 然后第一个就是它可以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然后因为他可以跟我们聊天也可以回答我们所需要的问题 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资讯 还有解答疑惑等等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个人助手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组织一些日程 可能帮我们做一个Timetable 还有提供一些资讯解答我们的疑惑 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些指示 让我们更容易去操作还有回应 然后它也是我们的叫做一个学习同伴 在回答学生的问题时可以给我们一些解释 还有一些提示 我们也可以向ChatGPT提问一些学士上的知识 还有解决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娱乐互动 那我们可以跟ChatGPT可能做一个角色扮演或者是谜语猜测那样的娱乐 然后第五个就是资讯查询 我们可以透过ChatGPT查到各种不一样的资讯 虽然有时候课可能是错的 还有外语学习 我们可以透过ChatGPT去学习一些可能在课本上出现的字母 你不懂你可以问他 他会给你一个正确的回答还有建议 然后可以透过他使用他去提供我们的外语水平 然后情感的知识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 但是可能有时候你很无聊的时候也有可能不开心 你可以找他跟你聊一下天 可能对你的情绪会有所帮助 然后就是ChatGPT的运作原理 然后就是ChatGPT是一种有OpenAI开发的语言程式模型 基于ChatGPT的架构 然后首先就是预训练 它就是在大规模数据集上进行预训练 它通常会包括从互联网上收集各种各种的文本 然后目的就是让模型学会语言的基本结构 就是好像说理解单词、短语、句子的 或者在自然语言中组织和相互关联 第二个就是自主义力机制 就是使用了Transformer的架构 就是允许模型在处理一个单词的时候 考虑到句子中的其他单词 从而更好的理解语境和语意相关的连贯性 第三个就是生成预测 它能够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单词 通过计算已知文本的基础上面 选择概率最高的单词作为它的输出 第四个就是微调 它能够针对特定的应用场景进行微调 第五个就是与用户交换 在应用中当用户输入一段文本的时候 GPT就会根据这一段文本生成上义的回应 然后模型会考虑到前文的语境 还有之前的交流的形式来让对话比较自然 还有它的信息是跟文本有关的 再来讲一下CHATGPT的进阶的用法 第一个就是可以帮助你去修改文章的文法和语法 就是可能说你写了一篇文章之后 你就可以丢给CHATGPT 那它就可以可能内容不变 但帮你修改一些语法上的错误 会让你的文字更加精简和漂亮一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设计问题 就可能如果你要设计一份问卷的话 那你可能就跟CHATGPT讲你希望得到的一些资讯 那它就会生成一些不同的问题 问题让你去拿到这个 去让你可以设计这个问卷 那第三个呢就是 近期才有的就是这个生成AI的图片 那这个就是你打你自己想要的一些 它就会生成一个相对应的图片给你 那第四个呢就是 可以帮你生成一个程式 可以做一个Debuff 那这跟生成AI图片有点像 也是你要跟它讲你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它就会帮你生成一个code 那其实我比较推荐还是用它的Debug这个功能 因为如果生成的话 它其实本身就会有很多bug的出现 那如果你是自己写完 然后再给它的错误率就比较低 那第五个就是 启发创意的工具 那这个就是 你可能在CHATGPT上打你一个关键字 那它就会可能在下面可以输出很多不同的一些相关的字 来启发你自己的创意 那最后一个就是 当你丢一大堆文字给它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做整理 还有重点归纳 好 那然后 这我是在网上找了一个网站 就是Explain This 它是一个CHATGPT的一个辅助的网站 那它上面有一个版面就是写了很多指令 是一个指令大悬摇 你就是可以选择一个主题 然后它就会帮你 就会有很多 可以让你去复制的一些程式吗 然后 最后这个就是 就是要付费的内容 CHATGPT付费的内容 那 它大约就是 每个月610台币 那它主要其实就是要跟 不同的 它不是只是文字上的互动 它就可以跟档案去互动 比如说这有几样就是 图片上可以提取它的颜色 还有放大图片 然后也可以 丢一个文件档 然后它可以分析那个档案的内容 我们时间可能会用到比较多 那我们先讲 那我之后由来我来讲 CHATGPT跟QOO AI的那个比较 那首先呢 CHATGPT CHATGPT主要被应用在对话 客服或者不同的管理场景之中 那它可以准确的 它可以比较准确的回答用户手提出的问题 然后提供商品推荐的 那CHATGPT拥有一个庞大的知识户 它会从Wikipedia或者Stack Overflow 或者不同的那种资料库里面去收集大量的数据 而且可以快速的去回应用户 去给客户提供一个准备要准确的答案 那CHATGPT更擅长用于创造和编写目的的 那种编写自然语言文本的程式 那它会拥有比较更高的文学性和创意性 那CHATGPT可以生成诗歌故事文章等文本 甚至可以和用户进行实时的诗歌创作 那它的核心技术主要是深度学习的生成型模型 可以通过大量学习 可以通过大量学习 然后去利用数据来去生成比较高质量的文本 那在技术上呢 在技术上呢 CHATGPT应用场景比较广 它可以用在不同的垂直领域 例如金融、医疗、学习、或者法律等 那也可以成为企业提供给客户的一些服务 或者推荐系统等功能之中 那相反的 Google AI它的使用场景就比较狭窄 它主要应用在文学、艺术和文化等领域 可以帮助用户进行文学创作去激化潜力 那除了使用场景上的那些功能之外 CHATGPT跟Google AI还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差异 那首先呢 CHATGPT它基于比较简单的自然语言理解技术 可以进行多人的对话 但是相对的 它们的生成的文本的质量会没有那么高 那相反的 Google AI它是采用更加复杂的生成型模型 它可以生成比较高质量 具有文学性的文本 但是它在多轮对话上表现力比较弱 那最后呢 CHATGPT和Google AI在数据训练和模型优化上 也存在着差异 那CHATGPT使用是Transformer模型 它是通过大量的无监督学习和适应性训练 可以不断地提高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能力 那Google AI是通过训练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 以及采用专门的四个生成技术 来提高生成文本的质量和创意 好,那我们最后交给你 好,那我现在最后就讲一下CHATGPT的好处与坏区 其实好处与坏区真的非常多 你想玩找一下,一堆东西出来 那我现在就把他们一堆东西整理一个三个点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三个点出来 那好处,优点呢 我觉得第一个真的写的比例好 为什么我这样讲 不论我们写作文写得多么好 其实CHATGPT它在网上可以热录更多的作者 可能数千万个作者 然后合成一篇文章给你 其实呢,我们写作的时候 顶多就是一个创作家 可是CHATGPT不同 它是可以把整个网络界的作者、作家 都把它融合一篇文章 所以呢,如果写作有问题 其实真的,找CHATGPT真的是很有用 尊重指示 这个有点抽象 其实呢,这个我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过 其实我们在找CHATGPT的时候 或者其他元件 就是一些PUE類似这些程式 我们会发现我们找HATGPT的时候 HATGPT会依照我们想要的内容给我们 譬如说我们想问HATGPT一些关于医学类的问题 找HATGPT,HATGPT回答给你 你发现HATGPT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你再问HATGPT可以再尝试一点吗 HATGPT就尝试一点给你 HATGPT再说HATGPT还是没有到我的答案 HATGPT可以再写一遍吗 HATGPT又写一个不同的给你 其实呢,它会把你想要的内容不断缩少 直到你想要的答案 翻译技巧 翻译技巧 其实为什么会讲翻译技巧呢 它就是Google翻译啊 其他都是很容易啊 都是中英翻译这样子啊 其实就是呢 我觉得因为HATGPT 跟其他一些 譬如说一些翻译网站 最大的不同是 HATGPT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文件 非常庞大的一个 语言资料库啊 如果它里面再加一个 翻译功能其实是非常不简单 然后它这个翻译功能 其实跟一些我们普通Google翻译呢 是真的 不会相差太大 然后所以我们如果在那里面 找到一些不懂的字 直接找它翻译 你其实真的不会输给其他的翻译元件 好现在再讲一下缺点 缺点呢 8秒 好缺点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用 其实经常用HATGPT 我们都会发现 它有时候给的答案是不对的 这好像 譬如说 譬如说我们做功课 不会做 我们除了去参考一下同学以外 我们也会找一下QGBT帮手 那我们找他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在里面丢 丢一个数学题给他 他给了一个答案给的过程给我们 我们发现 其实跟我老师给的正确答案是不对的 这其实 其实有一点 其实有一点是要解释的 因为呢 QGBT这个 本来就是有一个 QGBT其实会提供一些不对不正确的答案 其实是因为他的训练数据跟主题的复杂性有关的 然后QGBT其实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广泛的污染网的文本的训练 产生的回应 所以除了一些数据之外 他其实在网上也会不会得到一些实时的资讯和有知识 所以跟我们做一些的文本答案 或者是我们想找一点资料 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所以也要我们去核对 第二个就是文案内容好像很对 但其实不对 就是我们做作文一样 我们如果想做文的话 我们不是给QGBT帮我们写一篇文章 其实是要我们写一篇文章给他帮我们去核对 这才是真正使用QGBT的方法 因为QGBT虽然语言能力很强大 但是因为他会有一点可能是用意不明确 或者是他不会只是把一个文章 一个文章一个网站的一些资料给你 他会集中一些不同的网站给你 所以他有不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丢上网站 比如说QGBT也是我们自己打一些文章上去的 他可能就是把不同的文章结合一起 所以让我们发现其实他讲的有一点点矛盾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我们去做一个同理给他让他去核演 而且他去给一个反馈我们 不是我们要他帮我们去做一个整个文章 最后一个就是不是说他 就是说我们对他过度依赖 发现很多东西都不会做QGBT 功课不会QGBT 我也快要交报告了 其他远见来说GEMMA 刚才第一组都有说过GEMMA 帮我做一小简报 就这样子 这个其实是个非常不好的学习态度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QGBT 来提升我们的学习 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过度依赖 这好像很多事情都不会做了 就开始越来越懒惰 或者越来越深度都不会做 然后 差不多就这样了 完了 就这样子 谢谢谢谢 好谢谢这一组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就不问问题了 我们还剩还有两组 然后每一组有15分钟 那就谢谢这一组同学的报告 谢谢谢谢